今天怀孕三十七周加三天了,请输入图片描述,等到了家,我就把之前检查的搭子拿出来,开始一张张的看,因为马上要信货了,和宝宝合体的日子要结束了,多少会有些不舍,就自己在屋子里面静静的看了半天搭子,然后给宝宝说了话话,老公在客厅叫我,我就出去了。 出去以后,老公问我给宝宝买的东西,都买起了没有,我说差不多都齐了,到时候缺什么再去买吧。 然后老公就跟神经病似的,问我到底啥什么?他现在出去买,省了到时候手忙脚乱。 你说,我哪里知道上什么?我的代产包就是月嫂给我罗月的搭子,我就说按照上面买到,我就说应该不缺少东西了,因为都是按照月嫂的单子才够的。 差不多,请输入图片描述,他就开始大叫,说什么叫做差不多,都要当妈妈了还这么不负责任,还这么不认真,然后就开始摔东西。 骂街,我俩在一起已经有差不多十年了,他平时特别宠我,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么大脾气,我当时有些傻,就起不过和他对着骂起来,后来我就哭了,因为自己很委屈。 怀孕怀的这么辛苦,老公还这个态度,自己很难过,他看我哭了,也没有继续呢,就自己坐在沙发上玩手机,我自己默默的流了一会儿眼泪,看他没有哄我,我就去给杂交,让他哄哄我。 他当时也笑了,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,结果过了也就一个小时,我顺嘴说了一句,带财包你收拾一下白,他就不高兴了,问我怎么什么事情都要他弄。 他是亲我的妈,因为一直是他操心家里的事情,我已经习惯了喜欢他,当时他那个态度,让我也很不高兴,就开始和他又吵了起来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结果,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,我俩打起来了,我挺着个大肚子,吃亏是绝对的,他直接照着我的脸,我的胳膊就是挤拳。 当时,我被他都打懵了,我怎么也想不到,我心目中的英雄居然会动手打我,而且,还是在我怀着孕的时候,我的眼睛被他打肿了,胳膊清了这是小事,已经疼得抬不起来了。 我现在躺在床上,摸着肚子,一直在想要不要回娘家,可是他就在客厅躺着玩手机,不说话,没有半点回忆,请输入图片描述,我给我公婆打了电话,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,我就是在想,这个日子还有什么过下去的意思? 图片来源网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